我覺得他真的不愛小孩 我跟他好好地講過 商量過 你願不願好好當一個爸 當一個小孩 因為他自私 他說我到現在還學不會 怎麼當一個爸爸 他只享受製造小孩的快感 對 10秒 然後後面的歲月 都沒不理了 不只10秒 不只10秒 當時我 大家都以為我是為了出嫁 而到日本去做日本 其實不是 我是已經在日本工作 發展演藝事業 大概一年多之後 然後才會認識他 認識他也是有一個 我正好要搬家 其實他當時是主管 主管通常是不會出來帶看房的 然後因為他知道 一看你的照片還得了 是個大明星話 可能他先Google了我 然後也問我那個經紀人 知道說我們這個是 演藝經紀公司 是演員 是模特兒居多 是一個主管 房仲的主管 然後妳要看房子 然後她看溫翠萍 然後就找Google 結果 已經Google了 對 已經Google了 已經Google了 對 對 而且我覺得她很有心機 就是她 她都安排好了 那一天要 她準備了大概四間房 要讓我看 可是她故意約在 十一點的時間 然後先看第一間 而且是去日本台場 台場 會經過很漂亮的 彩虹橋 彩虹橋 對 然後會看到那個日本海 那很漂亮對不對 然後先去那裡看一見 那看完之後是不是就中午 變成是假裝的約會了 對 就中午了 中午吃中飯 對 她就約我在一個景觀餐廳 可以看到彩虹橋的 可以看到海的這樣吃飯 那吃飯 她一出來帶看我房子 她差不多快衝昏了 那個車也是不同凡響 對 也是開一輛法拉利出來騙 對 當時當然就有聊天 覺得聊得還滿愉快的 然後又 其實當時我是很年輕 然後我其實就是很容易 一個人在日本 很容易喜歡法拉利 一個人在日本那麼久了 然後就其實很容易陷入那種 一見鍾情那種感覺 所以是 覺得好像在演日劇 對 偶像劇 對它是真的有一見鍾情的感覺 然後所以就慢慢就這樣 就是很快速的這樣子 我知道妳好像三個月就處理了 三個月就 就結關了 就上關了 第二段也是四年 第二段也是四年多 所以四是妳的一個特殊的 不是 應該是五 都過不了五年 過不了五年 後來我不就回來台灣很久 然後就決定帶小孩去美國念書 那帶小孩去美國念書 就是不久也是因為破壞了 朋友介紹去教會 因為我是那個 我有宗教信仰 是 反正就是在教會認識了 然後就是 這一次我就決定 我就沒有衝動了 也不會想散婚 然後所以其實交往了滿久了 當時我在美國念室內設計 然後我又小孩就在那邊念書 那我在美國也沒什麼朋友 朋友不多 所以這個男生也知道 妳帶了一個小孩 娛樂觀 當然知道 對 知道 但是我覺得 念室內設計 所以她就在 這個真好 我好圈套 其實當時我真的沒有很猶豫 真的沒有想 但她真的她很誠心誠意 而且她的家庭背景很單純 她從來沒有結過婚 然後也沒有小孩 然後她又不知道 我的背景是什麼 我是誰 然後她不知道 這樣也老外的好處 對 她也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什麼 過去 她以為我就是念室內設計 就很單純 我覺得因為我經歷過這麼一段 這麼戀愛 然後又上媒體又什麼的 我又真的傷透了心 妳在美國想說就低調一點這樣 對 我在美國 我就想尋找一個 很平凡 很真實的 平凡 對 可是沒想到我還是又笨了一次 我們現場這樣就來聊一下 他們這段婚姻 走過來最辛苦的部分 愛情跟婚姻是兩條平行線 沒有交集 你如果是因為愛情而要進入婚姻 那你就會進入墳墓 因為在婚姻裡面 愛情的成分很少很少 它才能夠維持得下去 我的天啊 因為愛情跟婚姻是 天啊 今天我們為了美人姐 借來五燈獎這一個寶座 其實是我們猴人版的寶座 這妳的嗎 不好意思 我想說借這隻來 妳坐之後比較習慣 對啊 所以也有男生說 那那個美人姐 我覺得這女的不錯 我想這個跟她結婚這樣 如果妳要進入婚姻 我就問她說 妳有沒有想要生小孩 她說 有啊 當然要生小孩 我說那妳就不能只考慮 妳自己的發洩 情感 應該講說妳就要考慮 這個女孩子 適不適合做妳的孩子的媽媽 對 同理 如果妳要進入婚姻的女孩子 妳有沒有要考慮生小孩 如果妳要考慮生小孩 妳就不能只考慮愛情的部分 她是不是一個可以做爸爸的男人 非常對 我多講一句話 我多講一句話 請說 這個男生就跟我講 可是他不是結婚 女生結婚是當媽媽之後 不是都會改嗎 所以接下來就是這一段的 真正的京劇來了 給妳十個字 結束 三可改而性男儀 這句話聽起來 有一點聳動可怕 但是相愛容易 相處卻難 來 原因 簡而言之 怎麼離婚的 我真的非常贊成梅允姐 剛剛講的 妳說 我當時就是很想要小孩 可是我從來沒有考慮到 她適不適合當一個小孩 當我小孩的爸爸 她適不適合當爸爸的材料 其實她是不想要孩子的 然後 可是有小孩了之後 我就發現 就什麼事都變了 從此之後 就芬芳了 就冒和神禮 就一直沒有在同房座 要想 這不是我在吹牛 我就這一點好 要我對妳好 我們交往對妳好 到某一個程度 好不好 不一樣 因為我太愛小孩了 對 真的嗎 一個女兒 還是妳抱過來 不是 而且問題是我20歲了 小孩也是沒有耐性的 因為所有的帶小孩的工作 從壞尿布餵奶幹嘛的 都是妳嗎 都是妳嗎 從頭到尾都是我 她沒有 真的沒有動過一根手指頭 就因為這樣就結束 然後 我們之間就是 越來越有心結 而且我們的心 你看 夫妻真的不要分房 夫妻一分房就是 你們終結 你們婚姻結束的開始 的前奏 前奏了 真的 所以其實 而且妳也知道她有外遇對不對 沒有 其實她是很後期 我很後期才知道的 可是在我後面 最後兩年的婚姻當中 我們是常常分開的 我常常回來台灣工作 說實在 她有外遇我也不在乎 因為我的心已經跟她離得很遠 妳不愛她了 妳又幹嘛在乎她 對 我已經跟她吵架 吵到那個裂痕 越來越深 已經到了 有點無法修復的地步了 然後我又看到 其實很主因是 過程 我覺得她真的不愛小孩 我跟她好好的講過 商量過 妳願不願好好當一個爸 當一個小孩 就不愛就不愛了 她就說 她說我到現在還學不會 怎麼當一個爸爸 她是享受製造小孩的快感 對 10秒 然後後面的歲月 都被不理了 不只10秒 反正她還記得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壓垮我的這種 我這種有這種想法 已經憋了一兩年了 真的是最後一根道小 所以妳看我文化差異 可能是文化差異也是很重 對 妳的心 超人 超人